今年是哪一年,今年這個月哪一個月,年月日十分秒 可以把它拆開來看 所以你會發現每一個每一個每一個都可以分開來 至於要怎麼分開來,我想這個可能自己找一下答案吧 其實這基本應用啦,你不是說就是一個時簽,你可能要某部分 年月日就好了,那怎麼辦 那好像有個today 其實跟Esser裡面函數應用蠻像的 就把你要的部分抓出來,這個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再來的話就是說要把它變成什麼,變成中文的 其實這邊你就要必須要設定語系 語系在哪邊設定呢,特別注意喔 語系的設定呢,請你在那個setting裡面設定一下 setting裡面的話呢,各位可以看到setting這邊,settings 裡面呢你把它打開啦,從上面 我建議你可以從上往下,如果你看得懂的你盡量去 像我們前面講的debug 這個debug是如果你發生錯誤 它會顯示出來,你可以試著把它關掉跟打開 true跟false有什麼差異 這可能要自己試一下 然後aloud的這個hose 這個是能不能讓外部的那個 IP位置可以看到 就外面的可不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如果要可以的話,你可以加一個信號 OK 這好像之前講過 還有增加這個嘛 這個是哪個區域呢 installapps 你可以往下 其中一個temporary 這邊剛好用過 在底下的話,這裡還有database 那我們要 找的實際上是在往下 有個什麼 Language code 它預設了什麼呢 enus 英文的 所以呢,如果我要改的話很簡單 把這個改成中文的 那特別要改成中文的話 你不能 像以前java是什麼 zh 1-tw 可是在 java不一樣 它這個 1 我的習慣是把它複製一個 然後保留它原來舊的 保留怎麼保留呢 前面加一個警字號 註解一下 不過最快的方法是按 Ctrl鍵加 斜線 Ctrl加斜線 就是 註解 Ctrl加斜線 這python蠻好用的 你也可以多行註解 多行取消 取消就是按要Ctrl 這樣子 那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叫zh 字記的不要打錯 打錯就 它也顯示不出來 後面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 以前是T代表 不能用不是T代表 我試過了 它名稱不一樣 叫hant hant 這個 zh 1-hant 就不要拼錯了 如果拼錯的話呢 當然顯示就不ok了 好 就改這個地方 大概是在108行的地方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改完之後呢 再來的話 其實我們就重新整理一下 本來是英文的 對不對 重新整理看一下 不ok呢 這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馬上變中文的 感覺就親切很多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了 這地方只是改個語氣就ok了 另外的話當然呢 你的那個 呃 就是 我們有那個所謂的 什麽 10區吧 10區 就是 全世界的語氣啦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錯啦 不過呢 比較正確的應該是改成我們台北的 亞洲台北 所以你這邊的話 假如你要改那個亞洲台北的話 一樣 把這一行 複製一下 我建議是保留舊的 然後把這邊的話 改成什麼呢 亞洲 然後台 台北 如果你 怕打錯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都有啦 就是下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剛剛的這個 改為繁體中文 台北的話呢 記得就改這個 其實就是亞洲 的台北 其實 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擔心打錯啊 你以後如果你有雲端啦 像我自己習慣的雲端複製貼上 保證不會錯 就怕說你沒有雲端可以複製貼上 最好是有一些 再來慢慢可能習慣 網路上其實你Google 也可以Google到答案 只是說Google到答案有時候要找半天 不見得有馬上的答案 另外的話呢 這個是 我們的 語系 跟我們的 那個 那個時區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剛好提到那個 這個時間的部分 其實時間呢 主要就是我們在 我這邊 時間部分我提示一下 其實這個會多一個變數 叫異爾 哪一年 可是這個異爾怎麼抓呢 實際上這個異爾 就是從剛剛的now 裡面呢 把它分出來 我剛剛講過嘛 因為now裡面有 年月日 十分秒 OK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出來 最簡單的方法 交過一招 其實 程式非常簡單 因為我 這個now呢 通過day time 去抓到 這個時間進來 但實際上這個now裡面 它 一串的東西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只要 now裡面的年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now.year 抓過來 2018 那如果說你要什麼 月 很簡單嘛 month 等於 now 點什麼呢 month now.day 有沒有 年月日 10分秒都有了 那如果 10分秒 就是 mini second 所以你可以 待會其他 請自行再練習看看 就是這個地方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啦 不過你們先 我們先試做看看 做出來的結果 如果假設變化體 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 會多出 剛剛這個地方 今年是哪一年 這個月是哪一個月 年月10分秒等等的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看到 這個結果呢 除了說有文字之外 還有顏色變更 正確之後的話 那我希望在前面 再加一個球 不過我這邊是多一個 hello hello 4啦 但 hello4其實呢 我們可以 由hello3 去做變更就好了 所以其實最快的方法 我的習慣是 1 在Templates 或者乾脆把它複製出來 Copy一下 然後呢 再貼到Templates裡面 不過他會問你說 是否一樣的 不過你會發現 他已經發現了hello3 他會問你說 是否要改成hello4 是 這hello4 記得啊 因為我們之前預設是點兩下 他會用瀏覽器來開 所以如果點兩下 用瀏覽器開 我前面講到按右鍵 把它改成什麼 Open with 我因為有這個環境 我用懶人包的 所以全部又變回中文了 不過你也慢慢習慣 以後不管是中華英文 你都可以馬上找得到 不然的話 這個以後用起來會不順 Test edit 用文字 就是他預設是用什麼 瀏覽器 那其實只是按右鍵把它改成 文字編輯器 按右鍵 把他這個 Open with Test edit OK 然後就把它改一下 可是問題來了 圖檔 現在有圖檔嗎 圖檔要放哪裡 以前那個網站裡面有一個images 有沒有 應該如果你們有做過網頁應該知道 那images裡面 要放一張圖 那一張圖 可是問題來了 在Jungle裡面怎麼放那張圖 第一個 第二個放了那張圖 那以後Jungle怎麼找得到 那你要告訴他 有那個圖 有那個圖在某個目錄裡面 所以你要告訴他的話 一定在Settings裡面要多 告訴他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其實你可以在最下面這邊有一個叫 Static Static就是 靜態的 指的就是外部 增加進來的那個 圖檔 那你要告訴他這個圖檔的位置 是在哪裡 你要把它怎麼樣再設定進來才有辦法 然後再去把程式寫上去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的 這個hello3裡面 重點 第一個就是 請各位 先把那個語系部分做變更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再去 也許年月日10分秒都把它分開來 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 加入外部的檔案 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也會是在那個靜態HTML的那個網頁技術 還是稍微有延伸性啦 不過我盡量就是 講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如果比較進階的我建議 你可以再自己再參考一下那個 坊間有那個書籍是HTML 新的是5啦 HTML5 他通常會加上 CSS 3 還有再加上JavaScript 在坊間書籍 或者是網路上面有一些 相關的 這個網站 學習的網站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像 之前推薦給各位 W3School 裡面也有 相關的說明 好 HTML5 好